在缅甸的政变已经超过了100天了 各地的反军方示威依旧不断 那么在美国举行的环球小姐比赛 缅甸加利就趁机在舞台上 拿出为缅甸祈祷的标语 希望各界来持续的声援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缅甸加利肚子温宁 她是穿着华丽的缠口服饰 那么先是走台步 走到舞台前的时候 她是双手合十来向观众敬礼的 接下来她就打开了手中的横幅标语 她用英文写着大大的为缅甸祈祷 就引来现场一阵欢呼 不过在缅甸的街头 年轻人是持续的来发起反政府的示威 包括在仰光就可以看到 周五有发起了快闪示威 全部人是比出了革命手势 又赶快的来快闪离开 有许多人也都是跟着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